兄弟们现在已经是晚上凌晨一点多了 咱们刚在市场这边发完货 然后刚刚看了一个订单 这个兄弟要的是苹果16 然后是深圳同城的 20分钟的一个路程 咱给他一个惊喜 给他安排一起上门送货 走兄弟们 到他发位置这里了兄弟们 看一下 是在这个龙都名园这里 我给他打个电话 诶 大哥我在这个龙都名园大门口这里 龙都名园我在你旁边我过来吧 好好好 嗯 大哥是你啊 您看一下 微积活的 今天搞中去了 对他改卡比较慢 今天刚拿到改卡的 微积活 橙色的话我给你打光你看一下 钢化膜我给你贴好了 这是卡槽 所以你弄好就可以了 好 我就想换一个小的 这个感觉太大了 嗯 这个是6 对这个6.1的 13 Pro Max 6.7 iPhone 16 128G 美版的 电池100%的 肯定的 微积活的 初次使用10月份 刚好是现在10月份 循环技术零测 新机基本上也不用测 他这个卡贴的后期 就是刷机那些 不影响 随便刷机随便还原 还原完之后 你就重新调试一下就行了 你看调试很简单 我现在没有 还没有任何操作 进到蜂窝网络里边 然后数据漫游看一下 没打开的话给它打开 现在就有信号了 但是它是LTE LTE的话就是4G 然后想用5G 就加载一下PCC就可以了 你用的电信卡是吧 嗯 电信卡就加载一次 后面就不需要操作了 就更简单一点 到时候加载的步骤 我发视频发给你 你可以看一下 有些人不会用 可能用不方便 但是没用啊 这个也是 没事咱们离得近 你有任何疑问 就随时联系我就行 信号就出来了 现在上网打电话啥的 都是好的 信号是一样的 对你看满的 一样的 可以 壳在这里 然后充电器在这里 然后卡贴我给你两个 你可以到时候留一个备用 这些东西你拿 好了 走了大哥 好 拜拜 简简单单 面交结束兄弟们 它自己的是13 Pro Max 找我置换的 然后如果你们有在深圳同城的话 近期有换机需求的 都可以找到我 你们在哪买 我就在哪送